在营销圈有一种策略叫定位 是指将产品的某一特性特意强调放大 以此来加深其在消费者先银的印象 放在娱乐圈里叫人设 如王宝强的傻哥人设 放在汽车圈里也叫做车社 车社虽然在汽车某些特性上起到了加强印象的效果 但也相应的忽略了汽车其他的优点或缺点 今天小编就为大家盘点下那些年与车社不太相符的车 如果不是自己开过 你估计无法知道这款车的好 首先要说的是在国内玩车社已经到达一定水准的马自达 人马合一驾控感 混动设计 Zoom Zoom排气声 这些都是提到马自达就会一时间想到的特性 但除此之外 小编发现马自达的某些车型 在空间和隔音上表现的也相当不错 如阿特兹的CX5的空间 在同级车里就属于佼佼者 CX5和CX8的隔音水平甚至超过了一些豪华品牌 同时小编也注意到这款主打运动的车型 在动力上表现的却不太好 马自达在国内最高配置的发动机也只有2.5升 最高马力196匹 在这个200匹横行的年代 这样的动力在同级别车型中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其次是本田思域 这款车型往往因轿跑的车社 会被许多人认为存在乘坐空间小 油耗高 隔音差等缺点 然而事实上这款车型除了隔音不太好之外 在空间和油耗上都有着很不错的表现 最后要说到大众图越 这款明星车型 经常被大众惯有稳重耐用的品牌调性 而被认为是一种兢兢业业的家用车 其实图越在家用车的定位之外 还有加速跨的特点 在我们测试的25款紧凑型ACV中 图越100公里加速6.7秒的成绩稳居第一 当然还有很多与车市不太相符的车型 小编今天只想通过这三款告诉大家 任何车型都有优点和缺点 选车时 切记不要被那些广告宣传策略和品牌定位所影响